《時代論壇》每週寫評 2016年6月5日 第1501期的時代論壇 寫評的標題是 面對六四的歷史誠信 27年前的八九民運 內地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和民眾 被北京當權者以軍隊武力鎮壓 死傷枕殖 27年後的今日 死傷者家屬仍然被當局嚴密監控 無法在公眾地方悼念 相關自信繼續被受封殺 全讓者動哲被控顛覆政權 處以重刑 流亡海外者仍然有家歸不得 當年香港社會正值主權移交前的倒數歲月 香港民間對八九民運的支援落益不絕 到八九民運以血腥鎮壓告中 香港的悼念燭光就連復一年 既延續了一份追尋民主、自由和人道的精神 認罪為一個為內地當權者至今 無法面對的一份危險記憶 亦成為了香港本地政治生態的一枚溫度計 今年這枚六四溫度計 亦見證了本土切割以至極右排外的心態 進一步在香港社會冒起 經歷過八三一假普選真西選的夢騙 民主回歸論在後宇散年代手中淨寢 作為民主運動前線中堅的學生組織 亦都崩分離析 今年一眾大學學生會退出維園的六四燭光集會 甚至揚言悼念活動應該畫上句號 在社會輿論就引起了一陣熱議 怎樣才算是恰當悼念六四 做法可以人人不同 另一方面 分離主義能不能成為地區木輪的一個政治處境選項 一地社會亦可以眾說紛紜 然而將一地的社會和政治視野和周邊地區切割 忽略人民之間的實際跨境聯繫 被提彼此互動的歷史往事 這樣其實是無異於掩耳盜鈴的駝鳥政策 此等心態難以容讓一地社會實事求是地面對今時今日的全球化處境 更加旺論促使一地社會為這條地球村帶來積極的貢獻 推一萬步來說 即使純粹只是從一地社會的自身幸福出發 任意按一己政治主張所需求來切剪裁一地歷史面貌 這樣的取態亦是難言誠信的 與當今世上的極權高壓政府無異 無論是人世間的普世價值之爭 或是信仰群體的屬靈爭戰角度 這樣做法都只能算是敗壞的一將 對基督徒來說 真實的盼望常常源於誠實數算主因 回望聖經 以色列民族作為上帝的選民 並沒有免疫於歷史的折騰 聖經對各種人物的起跌成敗 亦都從無偉言 然而 每一趟的歷史教訓 每一次上主在歷史中的親自介入 都成為了以色列民尋求公義和前瞻路向的盼望源頭 以致成為節旗紀念的重心 這些都由賴一份面向歷史的誠信 在六四二十七周年的當下 但願同一份面向歷史的誠信 能夠因著聖靈的引渡和光照 進入更多華人的心裡 轉化為承受恩典的玉土 無論是在朝在夜 當權或百姓 誠心所願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生意 社會 原 maravil 杓梂 錢 clip 照色 深幼 媽 陸 吻 游 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